大家好,歡迎收看《信網大行觀世》 我們今天很高興請來摩根資產管理市場策略師譚惠問Grace 跟我們說說現在科網股再受追捧的情況 Grace,你好 你好 微博網站,Twitter,計劃在美國上市 另外,看看內地的網郵商、運郵 在香港上市後的股價上揚 年初至今,MSCI環球資訊科技指數已經跑盈恆子 你看看,科網股現在是否已經出現泡沫的情況 其實,雖然你看到很多,特別在美國的科網股 好像都很想在美國上市 但是,如果你看看那個股值 暫時其實還未真正有泡沫出現 尤其是,例如你看看Nestep Nestep 現在的市益率 仍然是十幾倍 那在說2000年的時候 真的有泡沫之前 其實它是說,市益率是六七十倍的 所以,現在根本還未有這個情況出現 即未有這個泡沫的情況出現 那當然,大家都會看到 好像近年,尤其是科網股的表現 是非常之不錯的 但是,你會看到,尤其是一些很有實力的科網股 他們本身的盈利增長,其實都是非常之高 那變成,他們有盈利增長去配合的時候 再看回他們的股值 當然,他們的股值可能是比其他的板塊高一點 但是,他們不是說,隨著他們的股價上升 因為再加上,他們的收入和盈利是繼續增加 我們見不到他們的股價 是真的有大幅上升的情況出現 2000年和現在相比 其實你看回香港上市的科網公司的業務和財務表現 是不是情況已經有不同了 其實我會覺得,現在在香港上市的科網公司 都可以說是挺參差的 當然,有一些是所謂很有實力 你看到他們的盈利增長很好 因為他們本身,你可以說他們的business model 是優勝一點的 當然,在香港上市的也有一些其他的科網公司 可能財務上還是有問題的 所以,我會覺得要選擇的時候,都要小心一點 但是,如果你說跟2000年不同 就是你可以說在科網頁的發展是不同了 說著2000年的時候 這個智能手機都還沒有那麼流行 但是現在這幾年,特別有了智能手機之後 變成了科網的發展已經轉變了 變成大家只可以拿著手機 隨時隨地又可以上網 變成你可以說,如果要做一些網上的生意 或者一些網上的遊戲機 或者看電視 這些已經是發展 你會見到他的增長速度是不同了 投資者在投資科網股的時候 其實都需要注意些甚麼呢? 其實剛才都說過 始終在香港上市的科網公司 甚至不單在香港 在環球都有上市的一些科網公司 你可以說他們的情況都是很參差的 有一些是非常有實力 也有一些是有財務的問題 所以我會覺得投資者真的要做多些功課 真的要研究 譬如某一些科網的公司 他們是否真的有一個實質的業務在 他們的業務 譬如他們的收入 或者他們的盈利的增長是怎樣的 他們的長遠發展的方向是怎樣的 那真的要很小心去選擇 以及留意個別公司不同的情況 那就不要太盲目去選擇 多謝Grace的分析 亦多謝大家收看大行觀世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分析投資趨勢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看見 我們明天再和大家看見